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我们周末加播要来说 比鬼故事更可怕的事情 如果你有小朋友 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是小朋友 我会非常建议你看完这部影片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并没有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很多人会说在外面女生比较危险 其实男孩子也是有危险的 因为有一位四十几岁的国小女老师 竟然对自己班上的男学生伸出魔爪 地点就在学校里的休息室 第一次男学生拒绝 他就威恨男学生逼他就范 最终女老师怀孕了 还把小孩生了下来 爸爸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把女老师告上法院 这篇新闻出来 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没有老师的照片 后来真的有网友在网路上 放出了老师的照片 也有人指出 其实老师会怀孕 这背后是有阴谋论的 但这起事件夸张的地方不是在这里 而是有人挖出来 早在2005年的时候 女老师就有在某一个算命论坛发问 她觉得她跟自己所交的十三岁小男孩 是前世姻缘 她有一种想违背常理的想法 很痛苦但又克制不住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老王研究了这个事情的盘觉说 并且翻了各大论坛 整理了所有资料 汇整出这一个精简版的懒人包 本集影片所得盈利将全数捐给公益团体 并率先捐款受报妇佑生活重建 结束仓皇离家生物分文的受报妇佑度过危难期 让我们说回这起事件 这个事情发生在桃圆某间国小 在2020年2月的时候 当时还在寒假的时期 有一位就读小学6年级下学期的男学生小明 收到了来自徐姓班导师的手机讯息 讯息内容写着 小明 开学的时候 下课来小房间找老师 后来在2020年2月25号开学的第一天 在第二节电脑课要上课的时候 电脑老师接到班导徐老师的电话 要小明留在教室里面 班导有事情要跟小明谈 徐老师来了以后 就把小明给带去了小房间 这所谓的小房间 其实就是休息室 里面有电脑桌 桌子 以及一些杂物 旁边的地板上摆上了六张地墊 窗户贴着报纸 从外面是看不到休息室里面的 后来徐老师把门锁了起来 接着要小明脱裤子 小明问为什么 徐老师才说 我要跟你发生关系 想要你当我的男朋友 当时小明内心是抗拒的 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徐老师也脱了 躺在地墊上 后来徐老师教小明怎么做 并完成了第一次的侵犯 在征讯的时候 检察官有特别问 最后小明是弄在哪里 小明则说是在地墊上 结果就在这件事情过后的隔一个星期 2020年3月2号 徐老师又对小明进行了第二次的侵犯 这一次一样是弄在外面 同一年的4月9号这一天 小明做出了比较激烈的反应 明确的拒绝这件事情 不过被徐老师强迫 并且要求不行弄在外面 要直接喷发在里面 于是又完成了第三次侵犯 接着又在同一年的5月13号 还有6月23号 完成了第四次跟第五次的侵犯 其中还有至少四次没有放进去 单纯用手跟嘴的侵犯 总共九次 直到小明国小毕业为止 过了两年的这件事情 因为2023年11月9号 判决书出来而曝光了 最大的问题是 曝光的时候啊 判决书上徐老师的名字是没有遮的 显示出了他的本名 很多网友纷纷找到了本人啊 本人照在网路上论坛是找得到的 在2023年11月15号的时候 新闻开始全面报导 里面还写到 小明的爸爸发现以后报警 就有网友提到啊 也能说是网友脑补 这网友说啊 这个案子是在隔了一年以后起诉的 那是什么原因 爸爸发现这件事情呢 如果比较合理的说法 那是因为小明有明显的问题 被爸爸逼问 但如果比较可怕的说法会是 难道是徐老师怀孕以后 还一直在骚扰小明吗 又或者是小明家境富裕 徐老师刻意让自己怀孕吗 但我想啊 无论是哪一个啊 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后来小明爸爸提告以后啊 把富裕队拿着法院的搜索票 前往了徐老师家里面 真的发现了小明的孩子 并且取得了孩子的DNA 验了亲子关系 证实了孩子和小明的亲子关系 是99%符合的 富裕队又去妇产科调资料啊 证实徐老师在2020年6月18号怀孕了 怀孕的时间是第五周 推算回去的话 那就是小明被侵犯第四次的时间 5月14号左右就怀孕了 证据确凿的情况 那徐老师在法院是怎么解释的呢 这徐老师说啊 当时的时间大概是5月28号 那时候状况很稳乱了 我在休息室被小明推倒 我头撞到地板 一度后失去意识了 休息室里面有铁的植物件耶 小明突然冲上来 我的后脑勺撞到那个铁架 我很痛 就算是哭下去 我还没蹲下去的时候啊 小明又扑上来 我头要撞到地板 当下不知道怎么了 我就全身贪软 醒来以后 我是下体痛醒的 痛醒之后我才知道 小明对我做了那一件事情 我下面很痛 流血 应该就是那次 所以怀孕的 我猜徐老师的头 可能撞得很严重 撞到铁架的声音 框框响 是怎么没有人能发现 后来法院当然是不采信徐老师的证词 最终判处 徐老师九项罪 合计17年的刑期 但在判决书出来以后 因为当时说过啊 就秀出了徐老师的名字 于是网友开始漏搜 还收到啊 徐老师在2005年11月 就在某一个算命论坛发问说 压师您好 长期以来 我的心思都被一个小男生牵动 他是我小学的学生 现在已经国中了 还是会联络 每次都很想见他 见到他会有心痛的感觉 请老师帮帮我 算算我们之间有什么纠葛 后来这老师跟他说啊 从你命盘推算 他跟你有一些子女人啊 也有小部分的前世情缘 在前世曾跟你有情无缘 看不出来有什么能够跨越 前世今生的强烈溯源 或许你能再提供他的出生时间推算 就能看出端倪 按理来说啊 说到这边应该就会被劝退了吧 这徐老师还真的拿到了 这学生的深层八字 又再次来请教老师 老师这次跟他说 我建议你啊 维持师生礼法与良好的感情 你要等到2009年 他才算是法律上的成年人 爱情不分归宪的呀 但是最少还是会受到法律的规范 这老师说的很好啊 也能说啊 是这老师成功解救了2005年的那一位男孩 但是从这边我们就能知道啊 徐老师可能真的有练童症 当然啊 到底是不是这要经过精神鉴定 那有精神科医师曾经说过 如果是练童症 必须终生心理治疗 因为这个不能根治 说到这边啊 生小孩之后的徐老师曾经在脸书上发过一则贴文 贴文内容是 妈咪最爱的小王子 超级贴心的小可爱 希望我的小暖男啊 除了有不伤人的修养 更要有不悲伤的底气及气场 愿我的宝贝能永远心中有爱 眼里有光 并成为自己的太阳 双眼皮大帅哥 和聪明宝宝 这些话由一位母亲来说啊 其实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从一位疑似练童症的老师发的文 未来他会不会对自己的孩子做出什么事情 这我真的不敢想 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这一件事情啊 有律师说 如果徐老师提出认领诉讼 那法院就会判身负要认领小孩 认领过后啊 法律上这个小孩啊 跟小明就是父子关系 如果徐老师呢 再提出抚养费的诉讼 法院也会判徐老师胜诉 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事 因为这个小孩是小明被侵犯后 徐老师自己去生下来的 那你会想说啊 可以去法院反映这件事情吗 民法有规定啊 一旦身负认领之后 不能撤销认领 未来遗产 也必须分给这一个孩子 是代表这一辈子 小明都要跟徐老师绑在一起了 徐老师强迫了小明 小明却陷入了这无止境的深渊 真的啊 无论男生女生都要保护自己 女生遇到这个问题 这种人应生下来的小孩又该怎么办 那17年过后 小明31岁 他的孩子则是18岁左右 而徐老师出狱了 年龄是61岁 在那时候 他又会对小明做出什么事情呢 最无辜的就是这两个小孩了吧 所以啊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一定要保护自己 遇到这种情况啊 感觉到对方有奇怪的意图 首先要先冷静 想办法让自己离开现场 如果被对方限制了行动 首先呢 不要刺激对方 否则对方可能会攻击你 伤害你 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拒绝不喜欢 或者是不舒服的肢体接触 如果对方对你说出变态的言论啊 一定要马上离开 或者是制止他 如果真的很不幸 被强迫发生了关系 一定要马上找信任的人说 并且报警 已经遇到这种事情的人 老王想要跟你说啊 遇到这种事情 你没有任何的错 是伤害你的人的问题 千万不要拿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祝你能够早日翻篇 走向新的人生 今天的事情就说到这里 我是老王 拜拜